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太好了 是啊 太子 太子你没事吧 太子 太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只要我活着 定会帮你出去 你怎么这么傻 你再傻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 再怎么得 别吓我 太子你别吓我 你到底上哪儿了 你别吓我 你不会有事 你别吓我 我说过 为了你 我可以连生命都不要 我做到 我做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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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好了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你不能死 我这辈子做牛做马都要还给你 你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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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死 做牛做马 就不变了 做太子妃 可以吗 可以吗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想珍惜 不行了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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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就不勉强你了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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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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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 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 我去选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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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你不能死 真的吗 对那个三角猫功夫 怎么可能打死 我是太子 太小看我了吧 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那刚刚说的事情 不能不算吧 我没有 言而无信 严淑媛 我说你这样有意思吗 刚刚才答应完我 转脸就翻脸啊 过来 干吗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严淑媛 如果你努力 也不一定会得到太子妃的位置 但如果你去参加 我会很开心的 而且 刚刚装死的时候 你不是一直在说 太子不要死 太子不要死吗 我总想要死 你怎么会死 你怎么会死 好 我相信你 就当我死了 我准备了 你怎么的 哇 怎么会死 你怎么死 你怎么死 一囚子 就现在把我还扶起了 要保护你一辈子 二哥 二哥 你在哪儿 二哥 八弟 我和淑媛在井里 在井里 好 二哥 你等我 我马上就会来救你的 不着急 我和年淑媛 我们可以在井里多待会儿 二哥 你别磨蹭了 选太子妃大典 还有半个时辰就结束了 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你们先上来 去找皇阿玛说清楚 看看能不能择日再选 好 你找人来救我们 淑媛缴绞受伤了 先带她回去休息 跟我说 你还说 怎么举手 不得再择日 不得再择日 我ennon 知道吗 怎么去 你以为他 槃扯你 有没有 我们在身上 心罪 你开心 其实如果我 事关小主未来幸福 还请小主务必前来 娘娘 贺兰小主来了 让她进来吧 贺兰参见会妃娘娘 过来坐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明日就是太子妃择选了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就算准备得再好又如何 贺兰自知 比不过年疏远 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以本宫的意思 觉得你的样貌和你的才华 绝对可以和您疏远比肩 现在只差一个契机 娘娘 这是何意 我知道你爱慕太子 要是你能够成为太子妃 用你的手段 我相信一定能赢得太子的心愚 那 那 那贺兰该如何做 我今天约你来 就是来跟你商议此事的 娘娘 与贺兰非亲非故 为何要如此帮贺兰 你是知道的 本宫只有大阿哥 义子 无意间 我突然发现 他竟然爱上了您疏远 如果你要是能登上太子妃之位 那不但我儿得偿所愿地 娶到了美娇娘 那你让我这个做母亲的 为我的儿子做了最后一件事